3月1日被谋杀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未婚妻呼吁 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惩罚 此前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发现 萨勒曼批准了这起谋杀 卡舒吉是美国居民 曾经为《华盛顿邮报》撰写评论专栏 批评沙特的政策 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 被一个与王储有关的小组杀害并且肢解 2月26日 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发现 沙特王储批准了这项刺杀行动 华盛顿对其中一些涉案人员实施了制裁 但是没有对穆罕默德·王储本人实施制裁 沙特政府否认王储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也否认了该报告的调查结果 卡舒吉的未婚妻表示 王储应该立即受到惩罚 如果王储不受到惩罚 这将永远表明罪魁祸首可以逍遥法外 这将危及我们所有人 成为我们人性的污点 他还表示 从拜登政府开始 世界各国领导人们都要扪心自问 他们是否准备好与一个已经被证明有罪的杀人犯握手 这一点至关重要 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 周五对一些据信参与了卡舒吉谋杀案的沙特人 实施了签证禁令 并对其他一些沙特人实施制裁 冻结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并且禁止美国人与他们打交道 当被问及对华盛顿没有直接制裁 穆罕默德·王储的批评时 拜登表示将在3月1日宣布 但是没有提供细节 而一名白宫官员暗示 预计不会有新的举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